欢迎来到他乡明月 听三小姐给你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嗨 听到我声音的亲人和朋友 最近好吗 我是三小姐小脸 你喜欢唱歌吗 我喜欢 确切地说我喜欢哼歌 而不是大声地唱歌 因为我唱歌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要跟着音乐走的话 我是跟不上节奏的 不是快了就是慢了 拍子呢不是长了就是短了 反正老是跟音乐打架 但是如果没有伴奏 我自己瞎哼哼 那大部分歌倒是可以顺下去的 说起来我自己唱歌是一般啦 但我周围一直有唱歌特别好的朋友 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 我关系最好的闺蜜 就是一个民歌的鸡嗓子 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唱那个支音 真的是鱼一绕梁啊 尤其是最后几句 一声声 如气 如速 如悲堤 谈地诗 人生难得一致雨季 千古之雨季 最难民意 我呢这就是随便狠狠 她唱的当然比我这个好不知道多少倍 上大学以后呢 我宿舍里就有音乐系的女孩子呀 唱名歌的唱美声的都有 那可是专业学唱歌的 Pocket他们不算 我们一起打网球的朋友里面 还有几个唱歌的高手 是属于那种去唱卡拉OK 人家老板都不收钱的 因为可以用他们来装点门面 吸引观众呀 不过呢 虽然我唱的一般 但我还挺喜欢唱的 没事老哼哼 前两天呢 我和我老公闲聊 他说你喜欢唱歌 就去参加合唱团呗 玩嘛 我想想 也对哦 那么多人的合唱团 谁听见谁的声音啊 跟他们混一段时间 没准我就能跟上节奏了呢 是吧 在这个大华府地区啊 华人的合唱团呢 有好多个 恰好 我中文学校的同事 松老师 就是黄河合唱团的团长 我就跑去跟他说 能不能去他们那混呢 他们呢 是每周训练一次 周四晚上八点到十点 这个时间我正好有空 上个周四我就去了 去了一试才发现 哇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人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唱哪个声部的 哪个声部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用蒸嗓子唱吧 低音下不去 用假嗓子唱吧 高音上不去 他们后来就把我放到 那个中音部先混着 那天呢 练习的曲子有三首 一首叫莫尼山 很好听 可是我完全没听过 第二首是大鱼 这首歌我熟啊 我给我们中文课的学生 听过很多次 最后一首是再回首 这个也熟 是江雨恒的嘛 当年那个红遍大江南北 我以为哈 越熟悉的歌越好学 好歹旋律熟啊 对吧 结果跟着唱了才发现 哇 越熟的歌越不好唱 因为合唱是要分身部的呀 主旋律虽然差不多 但每个身部 男高音 男中音 男低音 女高音 女低音 女中音 各有各的旋律 有特别细小的差别 女中音居然还要分成 一高一低 两个部 所以这样一来 你看 越熟的歌 就越容易跟着主旋律跑嘛 就抓不住自己 身部的那些细小的差别 而且呢 合唱它不是所有的身部 都同时从头唱到尾的 而是在不同的时间上 有互相交叉的 要是每一个身部 它进入的节奏差一点 而就会乱套了 再说了 合唱的那个谱子 是所有的身部 像那个搭楼房一样 落在一起的 我自己又不太食谱 广是找自己的身部 就搞得手忙脚乱的 经常是唱着唱着就丢了 跟不上节奏了 所以 那一个晚上的训练下来 我居然给唱饿了 我这才发现 唱歌原来是 这么累人的一件事啊 合唱和自己瞎唱 真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哎呀 看来以后还是得要 好好练习才行 幸好 我们的中音部的部长 给了我们单独 这个中音部的录音 可以在家先听一听 练习一下 说起来呢 我们家应该是一个 很能唱的家庭 这个唱是指的唱戏 先不说整个大家庭吧 我伯父啊 堂哥他们 就我们自己家 我老爸老妈 哥哥姐姐 包括我 都是上过戏台子的 我们那是唱琴枪嘛 琴枪是在西北 很流行的戏剧 尤其是在陕西 在陕西有一句 流传很广的话就是 八百里琴川 尘土飞扬 三千万琴人 齐吼琴枪 但实际上这个琴人 也包括甘肃的天水啊 农南啊 等等古代 属于琴国的地区 你知道琴枪是一种 特别高亢 激昂 洪亮的戏种 唱起来不管男女 都是满嗓子吼啊 男人的那种粗犷 和女人的泼辣 都是实实在在的 一点都不著作的 那种感觉哈 热情的时候就像是 夏天 打麦场上那种 一串一串的 滚烫的汗珠子 那悲伤的时候呢 真的是像腊月天 刮在脸上的寒风 那害羞起来呢 又像是远远的 开在山崖崖上的糖花 爱就是爱 恨就是恨 清楚明白 每一出戏都是 重彩浓墨 拼尽全力 哎呀我特别喜欢 我们老家那个邱丽萍 虽然是唱琴枪 也比不上专业剧团 但前情后后 也已经经历了 四五代人的传承了 总来说在我的记忆里哈 我本家的人 一直都是台柱子 从爷爷辈到父母辈 到我们这一辈 再到子职下一辈 买台子转来转去 真的都是我们家的人 我老爸更是数一数二的 他是第二代的核心任务 被大家尊称戏母子 学戏 演戏 教戏 排戏 看戏 听戏 是他一辈子的兴趣爱好 甚至在他去世前 好几个月吧 他就给我们现在的台柱子 就是我的堂侄儿 已经安排好 说 一旦 他不在了 守灵作业 不要哭哭啼啼 一定要组织戏班子 来唱戏 热热闹闹的 送他最后一场 那一夜 我们堂侄真的是带了 专业剧团的 萌舞场 来现场伴奏 当然那些人也是我老爸的 生前好友 认识几十年了 常常在一起唱琴枪的 所以那天晚上 村里但凡会唱的 尤其是那些台柱子 一个接一个的唱啊 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半 就怕吵到 人家睡觉嘛 才卸下 还有很多人都没有轮得上 我们姊妹三个 加上我的小堂妹 我们四个 从来没有在台子上 开过口唱戏的人 那天也是一起唱了两段 来聊她的心愿吧 我老爸长得特别帅 那时候唱戏的人少嘛 尤其是蛋绝少 她就反串 一直演花旦啊 亲衣啊什么的 她自己喜欢唱戏 也喜欢教别人唱戏 我常记得那些年 新媳妇嫁到我们村里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听 人家时不时自 有没有胆量登台唱戏 我妈呢 嗓子也特别好 唱戏啊唱歌啊都好听 她也什么都演 什么小姐 丫鬟 老夫人 甚至反串 男爵 她俩呢 空闲事件就都用在了 学习上面 我记得最初我爸是不食谱的 是我老妈一点一点 教会她的 那我老妈的表演呢 可能没有我爸那么有范 也是我老爸一点一点 示范给她的 其实不光她俩啊 我们村里其他的人也是 见缝插针的练习 这个我老妈和一个我叫姐姐的 俩人都是老师嘛 他们俩就是共用一间办公室 就是在课间十分钟 她俩都能拿着教编 在那排一会儿戏 哎 那时候的人 心思简单 快乐也就简单 我们村里唱大戏呢 大多都是在正月里嘛 哦 那时候想 就没有耐心 安安静静地坐在 冷得要死的露天 看一晚上的戏 就常常跟着我老爸老妈 泡在后台 我还记得那个当后台用的仓库 墙上挂着道具 什么长枪 大刀 马鞭子 旗子 剑 锤子 什么的 靠墙呢 是一排一排的细衣 什么帝王的蟒袍啊 武将的那个盔甲呀 小姐的彩衣呀 丫鬟的裙子呀 什么的 柱子上呢 都挂着 大大小小的 颜色不一样的 胡子啊 玉带呀 各种帽子呀 不过最吸引我的 是一张大桌子 上面是 一盒一盒的头面 什么簪子 钗 竹子 花 金凤 玉蝶 布瑶 流苏 什么的 闪闪发亮 特别吸引 那时候的我 我就 老想去摸 他又不敢 因为怕给人 弄地上摔碎了嘛 等后来 我长大了一些之后呢 偶然呢 也会跟着 我老爸老妈 上台 充当丫鬟什么的 但是从来没唱过 现在想起来 哎呀 唱戏这件事 还是我记忆里 最色彩 缤纷的一个 角落 算是承载着我 最美好的 童年的时光吧 还有一件事 我印象特别深 那就是 真月十五 晚上的 赛灯和走印 赛灯呢 就是各家各户 出一个人 提着灯笼 大家排成队 然后绕着村子 走一圈 走印呢 就是在村前的 大坪上 在地里 采出一个 转体字的福字 我那时候小 村里呢 也还没有电 所以 在那个 没有电视 没有手机的年代 我们村的 正月十五 因为要唱戏 有灯会嘛 是比大年三十 和大年初一 要热闹得多的 所以 虽然没有 那个诗词当中 所谓的 凤霄生动 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 的那种盛况 但是正月十五那天 白天晚上都要唱戏 白天还有 社会表演嘛 就还是特别热闹 尤其是 晚上的赛灯和走印 我那时候虽然 白天是在 掌灯队里面跳舞 但晚上去 赛灯和走印 我爸妈是 不许让去的 因为天太黑了 真的黑 是那种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因为我刚说了 那时候 我们村还没有电嘛 而且路也窄 又坑坑洼洼的 你知道好多路 都是那种 一两尺块的上路吗 我还跑不快 因为差不多 去赛灯的 都是年轻小伙子嘛 所以呢 我就 只能跟着大人 站在楼檐上看 不过呢 也正是因为 我不能 跟着去赛灯 反倒能看到 在那种 黑漆漆的晚上 那个明晃晃的灯队 完颜在山路上的 那种美景 尤其是在 大瓶上 走印的时候 大把式 带着长长的队伍 一步一步 踏出一个 完整的 福字 你远远看 就像是 某种神秘的力量 点燃了 那颗印 因为在远处 是看不见 提灯的人的 就只能看见 一盏一盏的灯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 乌齐马黑的夜里 一个福字 慢慢地 浮现在 天地之间 又 慢慢地 熄灭 那个情景 有一种 说不上来的 惊心动魄的感觉 我印象非常深刻 好了 因为我去参加合唱团 想起了小时候吧 看老爸老妈 在老家唱戏的一些 回忆 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没有时间说 尤其关于琴枪 我有一个专辑 叫《随感录》 是我老爸写的 里面有一章呢 是专门讲 我们邱丽萍唱戏的事 如果你有兴趣呢 可以去听听看 他写得非常详细 现在呢 你看一转眼 又快到春节了 也不知道我们村今年 唱不唱戏 我自己唱戏是不行的 去和唱团混 也不一定混得好 不过呢 不管唱戏还是唱歌 都是为了让人开心嘛 只要开开心心的 就行了 你说呢 诶 你那儿的传统戏曲是什么呀 你喜欢吗 你唱过吗 那你喜欢唱歌吗 期待在评论区 看到你的留言呀 最后还是 谢谢你的支持 聆听和陪伴 生活呢 还在继续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